連鎖炸雞店頂呱呱也宣布 因為物料成本以及人力管銷 不得不調整售價 調整品項 包含高人氣的經典炸雞 餐還有明星呱呱餐等 通通貴四元 價格落在一百六十五 到一百六十九元 漲幅 百分之三 其他像是雞塊愛好者 漲二十 雙人分享餐則貴了十塊錢 還有六塊及八塊炸雞 都多了三十元 不過部分熱門配餐沒有調漲 業者也規劃促銷來緩和漲潮 周又一早市場裡業者推銷著 利潤不高的炸雞 因為不敢向素食店說漲就漲 像是麥當勞肯德基去年就接續漲 而拿破裏一月份在優惠部分做微調 雖然目前沒有漲價計畫 但折扣就沒那麼多 還有胖老爹炸雞單向 依照部位漲三到五塊錢 一千一千八一千九現在已經漲到兩千六 自從去年漲上來之後 我們就根本價格漲不上去 你漲上去那個沒有買的量更少 各式炸雞都有漲升 沒有雞也不會有蛋 蛋航老闆也是很苦惱 雞蛋價格從去年開始一樣漲不停 持續缺蛋下週一可能又要漲一波 根據農委會的資料 目前雞蛋日產量只剩下十一點四萬箱 產地價每台金四十點五元 批發價在五十元 但週一傳出要漲兩塊 蛋航七點開門就陸續有民眾來購買 你在那個買茶葉蛋 或者早餐店的蛋都相對非常的貴 買起來會覺得蠻心疼的 少一半缺了 就是私底下買 加價去買 每個蛋航都這樣 除了特殊蛋還有剩 一般白蛋進貨第一天就賣光光 只是說各項成本漲不停 除了業者苦還有消費者 實在不知道下一個準備 換誰含帳 TVB的書名陽青波林立臺報道